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阳虚的人总是小脚发凉 不敢吃凉的东西 如果天生是这个体质 这些人的性格多沉浸 内向 平时吃或喝凉的食物 肚子就不舒服 容易大便螳息 小便颜色轻而亮多 我们可以在平时多做生阳气的养生动作 疏通经络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升起来 对阳区的表现都会有辅助调理的作用 下面向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帮助我们提升阳气 第一个动作 抄打大追穴 我们双手交叉 用拇指这个位置力度适中的抄打大追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十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刺激大追穴 每次三到五分钟 大追熟督脉 督脉管理人体所有阳气 大追穴是汇聚人体所有阳经的穴位 人体的阳经和督脉相交会在大追穴上 我们坚持刺激大追穴就可以帮助人振奋阳气 抵御外邪 第二个动作 滚背 我们弯曲膝盖 就这样做着 然后手稍微用力抱紧腿 然后稍稍加点力 往后挡 再利用惯契 回来 好准备 滚 一 二 三 滚背 每次做三到五分钟 这个动作就是通过对督脉的刺激 达到提升阳气的目的 我们阳气充足了 我们就能提高抵抗力 正所谓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滚背虽然是通过刺激背部督脉 达到长身健体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有腰突 颈椎病 骨质增生 骨刺等等 建议不要急于滚背 可以用拍打来刺激肚脉 也可以用捏击的方法来刺激肚脉 好 以上这两个动作就是通过刺激肚脉 辅助调理 我们阳虚的表现 阳虚的人平时可以多吃干温益气的食物 比如葱 姜 蒜 花椒 韭菜 胡椒等等 小吃 生冷 寒凉 食物 比如 黄瓜 藕 梨 西瓜 这些 好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